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要做 從來沒有做過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和一個粉絲吃飯 天蓮姐姐嗎 I wish 他的profile是長這樣 沒有照片 我感覺上是一個男生 對 我覺得啦 我們就是在這個留言底下 然後抽一位 然後剛好就是他 差不多要出發了 然後去吃brunch 在我最愛的餐廳 Gonna 他們有出新的 在看起來不好吃 California 我現在有點懂為什麼人家要交際應酬 為什麼現在才懂 我也不知道耶 我以前都沒有在交際應酬 我以前都 就自己幹自己 然後我覺得應酬是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我國際是這樣認為 他也讓我就是很封閉 沒有去跟別人交朋友 有沒有牙齒業配的廠商 為什麼 我最近想要去帶影視美 因為我跟同事 他牙齒前是亂到爆 那九個月 就已經是那種 笑起來就是 欸好像是廣告之後 反正那種微笑 很誇張 對有沒有有沒有業配一下 可以來 嗨 你是粉絲嗎 對對對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然後我準備一個 這是第一的 就是我覺得創業家 可能會有很多 煩惱 就是我很多煩惱 就會就會 喝酒嗎 沒有 我會聽這個牛頓球 喔 是酷耶 如果真的抽到我 我一定要送你這個 幹這弟弟燒好了 沒有想到他會帶禮物來 我覺得帶禮物來 就是有一種 意想不到的開心 就蠻特別的一個弟弟 我沒有想到他會帶任何東西 他是一個牛頓重力球 據說有一種放鬆 用紓壓這樣的效果 感覺又是個 白色 然後蠻有質感的 哇 你很耐心 謝謝你 你幾歲了 20 他們是我朋友 他們想要 那幾個朋友 那時候就站在外面 然後就站得很遠 然後又一直看著我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有點 好像被抽離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遠遠的看著 然後就把他們交進來 我其實有用另一個帳號 問你說你要開獎 你知道嗎 然後剛好就拍到我 超爽 對啊 那個時候我是隨便亂選的 嗯 我就刷一牌 就想來 剛剛那個弟弟叫做 小薇 然後他其實 他用一個帳號留言 然後又用另外一個帳號 問我什麼時候要抽 就是很有緣分 然後剛好就抽到他 他直接幫我做內容 超屌 超爽 超爽 Tiger就是 你可能是走比較中高端的 但是我就會想 問你說為什麼 你沒有選擇 再稍微把價格再拉低一點 然後可能市場就會 接收率就會更大這樣子 這題到處問的問題 我就蠻有趣的 作品版本能這樣做 就是 不是說 降低單價 然後就吸到一堆新客 這不是一個長久的做法 所以 認真的做自己在做的事情 想辦法把它做更好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我會賣到這個價錢 很適合 實在反映在我們的成本 對不對夠 還有我們的細節也會很準 那你有想問我什麼 你為什麼想問什麼 你為什麼想問什麼 這弟弟其實也是蠻困惑的 因為他才20初走歲了 感覺是很想要 未來很有錢 可以買他喜歡的車 現在他就是朝著 碩士的學位去走 因為他說這個碩士可以 他拿到以後 他可以提升他的薪水大概一倍 也就是他原本月收可能四五萬 可以突然變到快要十萬這樣 那是我等到以後 可能四五十歲 真的有自己一定的技術基礎再來 你要等到四五十歲再做 就因為科技公司的門檻都比較高 反正就是他提出他想要創業 可是我問他 那你想要做什麼 什麼時候做 他都會一直不斷的延後延後 我聽到他這樣延後 或是自己在設限 我就提醒他 所以你還不知道 這個科技公司要做什麼 你剛說創業太早 你覺得這個門檻很高 四五十歲 才可能會發生 技術允許的話 我才會 你看弟弟眼神 他超專注耶 他的桌上 等於這麼好吃的 Gana的早餐 他一看都沒有看 他從頭到尾都一直在看我 這感覺大概是我跟之前超哥 他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一直這樣 我一直看他 一樣的感覺 全身關注在看 你在這行動之中 你一直把很多門檻都射起來 你自己幫自己射 我聽到的算是這樣子 是嗎 對啊 感覺確實是 那我跟你說 創業不能這樣 剛好有一個問題去想問 就是你是因為 剛好看到這個機會才去創業 還是看到這個健身服飾的這個市場 我沒有看到什麼健身服飾的市場 我沒有啊 很多人都想要創業 我自己一開始也是想要創業 我也覺得創業是很好玩的 我覺得創業的成就感很大 讓我很快的去學習 逼迫我要去突破 要去負責 我在創業上 找到了這些東西 那當然還可以維持 我現在的生活品質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大方向是自己喜歡做的 當然你一定會做一些 你不想要做的事情 那是百分之百的 躲不掉的你知道嗎 但你不知道現在要創什麼 也很正常 我連做品牌 都一直在尋找答案 所以沒有什麼東西是要確定 才能去做的 你不會有確定的那一天 這是我很肯定的 所以你就與其在那邊一直想 要創什麼 你要先找到 什麼事情是可以幫你賺錢 正當的管道 然後開始賺錢 賺錢 你就開始想下一步 總是要先 讓自己可以吃得飽 睡得飽吧 我要創業的原因很簡單 我要過我想要過的生活 那我這個生活 有很明確的一個方式 一個畫面 你會需要一點實力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 一般的職員 是沒辦法幫我拿到的 所以我才創業 但回答案我根本不知道創什麼 可是這個創業 就一直在那邊 我沒有等 就是不要等 就是因為平常 一直等 一直等 你就把這些機會 全部都錯失掉了 機會 你要先抓到手以後 你才有權力去想下一步 要怎麼做 你還沒抓到手以前的時候 你他媽想的東西都沒屁用 真的都沒屁用 很多事情都是你在想 根本不會發生 我有一個朋友 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 會危險的事情 就不要冒險 我覺得這句話 你只要抓住 你只要知道 什麼事情是對你來說 會有危險的 你假如說 逃漏稅 那是很危險的 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這種事情 我不會去冒 但是 如果評估下來 只是我自己 會害怕 別人怎麼看我 或者說 可能失敗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的面子的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 都可以去冒 只有潘妮妮 這個超好吃 越賣炸雞 它是用越賣 裹在外面 優格越賣 然後炸了無故 雞腿 越賣帶走他 對 好 農家沙拉 這個是我新的發現 我自己目前聽起來是 你有一個 一個很模糊 未來想要的畫面 那畫面只要成這樣子 你自己也沒有很清楚 可是有些東西是你很想要的 你想要當自己的老闆 但是要怎麼樣達到 你不知道 你有很明確的目的 你有很明確的地點 所以只要說 這是你要去的地方 但是你信念在哪裡 你此時此刻 你是 什麼樣子 對自己的了解 感覺是不夠的 我說你其實好局勢喔 你會 沒有聽過 一切是你沒有察覺到 這就是你不知道 你自己在哪裡 你不用此時此刻 還不夠認識 他對自己不夠了解 就有些信念啊 他自己是沒有看到的 所以 我那個時候 我才把 對面上了一堂課 自覺力這個話題 然後把它帶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自覺力的課程 它對我來說 是了解我現在有什麼樣的信念 成為我成長的這種絆腳石 這些信念是什麼 那是我在第一階段的這個課程看到 所以我才把東西推個第一 因為裡面的導師問你幾句話 就可以真的是戳到你的點 那個點是通常 你可能最需要面對 但你不願意去面對 因為碰到它就會很痛 然後我自己也是 在這課程中 看到了很多 真正的我是長什麼樣子 很刺激 所以我把這課程推薦給大家 你想想 如果你今天要去台北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台灣的哪一處 請問你要怎麼去台北 你知道嗎 你根本就不知道跟你去好不好 你搞不好住在台北裡 你搞不好在外島 你不會知道 要怎麼樣到達你的目的地 如果你的自己 在你的位置 都不清楚的話 就像是 我要去台北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哪裡 亂走 很多很多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 我已經到30歲了 我現在才能清楚的知道 我在哪裡 在你定位都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會像這樣子 隨波逐落 別人想要什麼 別人覺得很帥什麼 你就跟著跟著看不像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怎麼拉到 你想要的東西 就是他 對自己現在的定位 是很模糊的 所以我才說 這課程 可以很快速的 去了解他現在是什麼樣的形狀 在哪個位置 然後他未來會需要什麼樣的工具 他會更清晰的一個視野 這是我覺得 那你現在過的生活 是你大學想的生活嗎 我可以說 已經蠻接近 正題問我那個問題 我覺得感受得很好 我自己發覺 我是很少去看 我過去所做的一切 我不去看我自己的成就 這也是反映出來 我其實不認可自己 他問我說仔細回想 我覺得已經 真的很接近 我要的水準都達到了 當初我在大學的時候 去想像這個畫面 就是很自由 然後薪水是舒服的 可以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有自己想要的親密關係 然後跟家人也是很好的 朋友也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少去回顧 你知道嗎 當然這個畫面 這個目的地 是可以隨時都可以改變的 重點是知道你在哪裡 不是想知道自己去哪裡 對 準備很重要 但是如果這個準備 讓你沒有習慣 那你根本就 是在脫了一條 有吃飽嗎 有啊 有啊 謝謝啦 好 謝謝 我們吃飽 好 快來 好 好 好 後來我們穿完飯的時候 我們帶弟弟一起去看 籃球比賽 我們去看新北國王 和夢想家 我們那時候做的位置比較尷尬 我們沒有買到全部在一起的位置 所以說我們就有點分開 所以沒跟弟弟講太多話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蠻開心 他好像也蠻常看籃球的 現場看不太一樣 雖然這是熱身賽 但之後我們還有再繼續看 我們就很開心熱身 加油 VG第一件事情 寶寶 我的寶貝 他下禮拜要去開刀了 這個到時候我們再來 單獨做一支影片 但今天很開心 跟一個陌生人見面 然後認識他 了解他 感覺他是一個 也是有夢想 有想法 不過在這個階段 會很迷惘 很正常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有 有幫他理解一些事情 給他一些我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是有幫助到他 蠻開心的 嗯 這種應該未來可以多辦一點 對吧 每個月辦一次嗎 我覺得可以 每個月我們可以想一下 可以做什麼 嗯 不簡單要吃飯 像他今天也沒想吃 因為他應該想要問 可以坐咖啡廳聊個天 就chill 這種 就認識的這種活動吧 打棋蛋 然後玩一些不同的運動 欸棋蛋可以喔 對不對 打躲避球之類的 欸 可以喔我躲避球超爛的 不要跟我手這樣轉 但是我打躲避球超爛 不准 丟不准 今天這個聚餐我覺得很有意義 集合會多做 我們下次再見 Peace